蔡佳燕录节目遭暴打 据台湾媒体东森新闻营报道 香港女星蔡佳燕进来参加节目 G1格斗会II录影时与其他人进行全集对打 四日却突然在脸书上发文 PO出一系列遭暴打成猪头的照片 贪言遭到对方猛朝头部狂殴 才会导致脸上多处遇血 双眼红肿 却也不忘开玩笑自嘲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蔡佳燕四日突然发文透露 日前录时进格斗节目G1格斗会II时 初次登场就被打成猪头 趁早到对方上摆拳中欧头部 比赛结束后便前往就一座详细检查 同时她也PO出多张脸部受重伤的照片 双眼严重红肿 脸部更是有多处遇血 令不少粉丝心疼不已 文中蔡佳燕指出比赛前一天时 她曾邀请对手一起外出去冲浪 但对方以身体不是为由拒绝了 没想到隔天上擂台 对打时对手状态竟生猛过人 为此忍不住惊呼 复原能力好强 暗指对方疑似装病保留实力 不过 蔡佳燕仍抱持正面乐观态度 除了自嘲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对于这次录影后 结交到许多战友而感到幸福 虽然一个瞎一个拨手 一个拨脚 一个精神病 但是大家都互相照应 大家都好勇敢 文莫她也不忘自我喊话 身为一个特技人 到最后一刻 导演还没喊卡之前 我都不会被口呵呵